大家好啊 今天一个最火爆的新闻啊 是西大傻西包包啊 狗布林包子全票当选 成为中华人民啊 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啊 牛逼轰轰的啊 这个强烈的祝贺啊 浓重的祝贺西包子登记成功 想这个职位想了好久了 好几年前就修宪法是吧 完了以后呢 终于今天登记成功 全世界都在祝贺他 长江黄河都在呼唤他的大名 西大傻祝贺你啊 祝贺你登记成功 祝贺你在这个袁世凯之后啊 成功的成为中国的新时代 在中国特斯特别斯的皇上 是吧绝对是皇上啊登基 你想想 西包子为了当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啊 不惜修宪法 是吧 完了以后呢 修完宪法以后呢 还不承认 有人问他身边的人 问这个中办 问这个全国人大 说修宪法干嘛 修宪法不说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可以黏着吗 对吧 然后呢 人大的人就说修宪法国家主席可以黏着 不代表习主席一定会黏着 大家记得这个段子吗 所以当时就心里就一万头滚过啊 你修宪法搞了半天不就是让你自己黏着吗 难道你前人再说后人成两啊 是吧 难道你你想让孔勤东或者司马南年人呢 开什么过去玩笑嘛 肯定是 他还装叉啊 他还不承认 这会儿终于就是 不管不顾子了啊 用我们任志强先生的话想就是脱光了裤子 光这个屁股也要当皇帝 所以任志强老师啊 这个时候呢 越来越显示出这个迷人的光芒 是不是这个名字任志强的名字 将会长久的留在中国的历史的鸡脚嘎啦里面 是不是成为野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中国人的历史都是官家修室 凡是被官家打倒的啊 除非有一天任志强自己当了皇上了啊 才有可能 任志强成为一个英雄负责的话 否则就是一狗熊是吧 但是狗熊在我们眼里 人民群中 认为任志强是个英雄啊 人民群中算哪根葱啊 是不是 都忽悠你的 共产党 土共 中国的皇上 他需要你人民群中 群中的时候 他就说你人民群中是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是不是 他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是一韭菜 就是一人矿 你说话屁都不是 你反对细胞子 你支持任志强 算哪根葱啊 所以你看到没有 席包子他做事不管不顾的 他就豁出去了 他最搞笑的是什么地方呢 最搞笑的是全票当选 但我们都知道啊 我刚才简单查了一下资料 毛泽东当年那么鸿基一石的时候 他都不是全票当选 每一次选举的话 都大概有一到两票 不投他的 这一到两票呢 很有可能是第一票呢 是他自己不投自己 假吗 假是装一下嘛 是不是 第二票呢 有可能是他只是身边的什么 给他巩固床单的女人呢 说你假装不投我呗 又不影响什么事儿 咱也搞一个什么社会主义的全过程的民主的气象 是不是 习包子真是 你说这个邓小平 选军委国家军委主席 那是也是要投票的 也是有两三票的啊 都是邓小平和邓小平身边的人 自己假装不投自己 然后呢 哎 否则的话 你就是笑话 是不是个世界级的笑话 但是胡锦涛江泽民 他都这么来的 东宇有那么几票不投他的 是不是中国这个共产党里面有人 有有有有坚定的反对意见呢 显然不是啊 没有这样的人 中国共产党的体系里面 没有一个人敢投反对票 因为投了反对票 你的日子很不好过 你有可能被直接给干死 是不是 哎呀 结果没想到习近平这个人真是 宇宙第一臭不要脸 哎 然后呢 就等于是全票通过 就意味着什么呢 他自己给自己投了一票 我自己选自己 是不是 是国家主席 你没有必要的嘛 因为你明明知道你肯定会过 你一定要假装 嗯 我要谦虚一下嘛 走送告诉我们的要虚怀若骨 是吧 你一个你要为人民服务啊 是不是你假装自己要营造一个全国成民主的 你市有民主的哪有全票当选的呀 这是个宇宙级的笑话 世界级的笑话 搞死人 那都一下子就堪比这个朝鲜的金三胖 金三胖就是这样子的 金三胖就是投票 全票通过 没有一张反对票 是不是 所以那些个说习包子统治的中国 接下来不变成朝鲜的 还在有丝毫期待 还在幻想细胞子心头一软 把他们家朋友让给你睡的 这种人 都是纯种而白 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死了以后也 尸骨都留不过 看不见的祸子啊 真的愚蠢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在事情还有一 但凡的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信念 对吧 所以说那个李克强 李上 李下 但有种可能啊 可能是在哪个地方呢 就在共产党这么多年 都是终于打破了干部终身制 这是一个常识 像我们这些屁民都知道 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是这个一个人 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 臭不要脸的 要独裁 要当皇上 要当那个最高位置 一定就是这个国家最灾难的时代 西包子就是这样 所以你想特别想西包子这么八方 硬上公 从修宪到现在全票通过 他费了多少心思啊 接下来十年 我跟你说啊 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死于非命 你就且等着 这是一个常识判断啊 比如说俄罗斯 所以有很多人呢 因为恨美国啊 美国是搞的不像话 是不是 是有点不像话 美国的白左 美国的那些个一同乱搞的人 是吧 美国搞的不像话 但是呢有些人就认为这个拯救世界的力量是俄罗斯 那你瞎扯啊 我们不可能的是这样 俄罗斯的普京八王金上公 非得要当二十年的总统 看样子还要当二十年 你说这个国家能好吗 你说你派那么多士兵去打仗 那死的都不是你俄罗斯 不是不是你普京的亲孩子 是不是 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都是平民家族的孩子 一个一个是什么拯救俄罗斯的这么一个伟大女秀 让这么这么多年轻人死于战场 只有出身才这么干啊 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只能说美国不是好东西 俄罗斯他妈那也不是好东西 乌克兰也不是好东西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是好东西 是不是 我们这些个批名就是被这些个各路不是好东西的 不是好东西的 不是好东西 是吧 给折腾的不要不要的 是吧 你在中国是韭菜 你在中国是批名 你在中国是人矿啊 你到了这个什么 你到了自由世界 你一样的 你也稍微好一点点啊 好一点点 有一句说一句啊 一样的被人骗的不要不要的 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俄罗斯你啥都别说 你看着这个普京非得要当总统啊 二人转 然后自己要给20年 把个俄罗斯搞的乱七八糟 不能因为我们恨美国 我们就一定要这个 说这个普京代表正义 正义在哪儿 我再说一遍啊 正义在高处 正义与当下人类的行为无关 所以我说过一个最简单的常识的啊 这是圣经告诉我的启示 你不要分辨上额 因为你没这个能力 你骂习包子诸葛不如 然后说美国是天堂的人 你是250 那同样的道理啊 那些个小粉红 那些个垃圾 像周小平之类的 你把美国骂的一切 不知说席包子是正义的 那更是250 是吧 250 250之间呢 有一点区别啊 席包子呢 那个周小平呢 那小粉红 是250的平方 是不是 美国的那些人呢 是不是 那是 就250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全世界都一样 包括这个美国也是 为了当总统 是不是 不许搞选举舞弊 不许制造1月6号的这个假假假事件 是不是 现在穿帮了吧 丢人了吧 你去辞穷了吧 凡是美国出现这样的 这个这个偷选票的这个现象 你就等着 美国这个国家不死也都脱成皮 你不行你就等着看 所以俄罗斯你看到没有 死了多少年轻人 死于战场 代价 报应 西包子现在八王年车 你等着 至少是十倍于俄罗斯的年轻人 死 死于战场 死于什么 死于饥荒 死于瘟疫 因为西包子陪葬 那美国我告诉你 会好一点点 好不到哪去 不死也都脱成皮 你不行你就等着 他们说西包子 为什么就是这么蠢呢 是不是你自己投个反对票呗 或者说你不投反对票可以 我不投我齐全可以吧 你至少有两千多个代表 有一票是一票是什么呢 是齐全的 其余的都支持 中国特别受到社会主义民主 居然还有人齐全的 不错啊 那结果是西包子自己齐全的 不影响任何事情 但给你能够给你西包子那张猪头脸 席大傻是不是 天光加彩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傻吗 他不是傻 北京这边大笑不止嘛 饭区都在说这个事儿 他们告诉是王沪林给他挖了坑 王沪林跟你西包子说的啊 说你千万不要自己投反对票啊 也不要自己投投这个什么 投这个齐全票 一定要全票通过 你现在是正是需要鉴定威信的时候 只有全票通过 才能重振和山 是吧 才能重建你的威信 你才能接下来继续当皇上 当30年40年50年 啊 就这么跟他说的 王沪林这么搞的 王沪林这个人呢 很难讲 他道理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人 反正这个事儿是王沪林给他挖了坑 让他全世界出丑 表面上说是是提高你的威信 重振你的西包子的河山 其实呢 是王沪林给他挖坑 让全世界笑话他 所以今天呢 全世界的头条 我告诉你 新闻媒体头条 都是西包子全票通过 全世界稍微有质尼的人 都大笑不止 那个二百五 那个大傻叉 是不是 西包子 你看他自己这时候 他就被这个王沪林给带到勾里去了 到底王沪林是好意还是恶意 也不知道 现在看不出来 慢慢看呗 招什么急啊 是不是 王沪林这个阴沉 你看他那个脸 他脸子从来不知道笑 他到底是高级红还是低级黑 还是低级黑还是高级红 你很难讲 你招什么急呢 土工这么一搞下去 没那个二十年 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没有任何希望 我说过一句万句 我今天中国跟人家吃饭的时候 我也在说这个话 共产党怎么搞 我不关心 知道吧 中国怎么去 我也不关心 我真的关心 现在二三当岁的年轻人 二十年 现在二十岁 二十年之后是四十岁 这是人的青春年华 最有可能性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一点机会都没有 真的 不饿死就不错了 谢谢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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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感谢观看